四位嘉宾是我们应该说2019年年终节目的强势阵容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大家非常熟悉的私募基金经理秦简 还有我们这个知名市场人士 著名市场人士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深意 还有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位新朋友 是来自知名私募锦铃资产的董事总经理田峰先生 欢迎您 那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市场分析师边峰伟先生 今天呢他们四位将和大家一同回顾一同展望 好 既然说到回顾 我们就来看一看2019年整个市场啊 到底哪种风格在市场当中跑得最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A股整体表现较好 互指从2493点涨到3050点 累计上涨22.3% 最高涨幅超过33% 创业版指数上涨43.79% 中小版指数上涨41.03% 深程值上涨44.08% 行业板块上看 全部收红 全年涨幅排名靠前的板块分别为 消费电子 白酒 半导体 猪肉养殖 证券 涨幅全部超过50% 同样在今年 证券市场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7月22日 25家首批上市公司正式在科创板开市交易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制突破 给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 带来深远影响 今年 MSCI完成了三次扩容 A股也被纳入了富士罗素全球指数 外资的涌入 为A股市场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 而6月17日 后轮通的正式开通 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引来新的里程碑 从整体来看 A股总市值增长超过17万亿元 以1.6亿投资者计算 今年投资者人均盈利10万元 不过 来自东方财富的调查统计来看 今年赚钱的股民仅仅只有一半 更有30%的股民亏损在20%几以上 也反映出了今年市场行情结构化明显的特征 机构表现的差异也很大 公募基金大丰收 数据显示 截止12月27日 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算术平均收益率 超过36% 广发双勤升级 以120.86%的投资回报 在权益类基金中排名首位 广发创新升级和广发多元星星 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相比之下 在仓位控制上更加灵活的私募基金的业绩 则逊色许多 整体平均收益率不到25% 刚才我们说了2019年整体 各类资产最终的一个收益情况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四位嘉宾 其实大家仔细地看一看 应该说是代表了我们市场当中的各层次的市场力量 那我们要先问问盛益了 盛总 刚才公布的这个数据 这个行业排名 这个有数据 咱们就不去讨论了 收益排名情况 真的是这样吗 公布党名是这样吗 这个呢 我觉得啊 这个数据统计上 有一点点 我觉得 骗面了一点 骗面了一点 您觉得您的统计当中 或者说您了解到的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举个例子 我不说我因为自己没有真实的去统计 我举个例子 在私募中间 今年股票类私募的冠军是一年15倍 所以它的另外一个产品一年6倍 所以这个不能单单以这个收益率的多少来排名 对吧 所以私募的收益呢 总体来说分布比较广 有些可能还亏了不少 而且平均中间呢 私募这个风格也不一样 很多是像我们说市场中性的 市场涨跌 关系很小 对吧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市场 总体来说是向上的 所以年初只要不要错过三四月份这一步的话 总体收益都还不错 然后像有一些有选股能力 深入研究的私募收益就更高 所以这个本身啊 我觉得把私募作为一个算术平均 跟公募作为一个算术平均 这个恐怕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公募它有一个最低仓位的要求 所以今年涨得高的 去年恐怕压力也不小 对吧 所以这个比较上算术平均上 也不是那么巨大 其实田总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排名啊 做一个小总结啊 以便大家能了解到这一年当中 真实的市场变化 对吧 刚才深总说 我对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我表示质疑啊 他就提了这种结构化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您的感受呢 您朋友之间或者是你们这个圈子里 最终这个结果情况跟我们刚才公布的这个短片当中说的收益情况一样呢 我觉得2019年这一年和18年17年16年 前面几年还是有些差异的 这一年呢 确实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啊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大多数吧 可能在里面都赚到了钱 这是一个结论啊 当然了这个如果把时间拉到两年三年去看的话呢 可能不仅仅是啊 这个这个今年这一个单一的策略 或者单一种方式啊 可能就能够取得一个长期收益的 嗯 其实2019年整个市场的变化 大家看重的不在于是 一下子出人意料的在1到4月份 有第一季度的流动性充裕的行情 到后面呢 慢慢演变为对业绩要求的这个业绩之争 流动性对业绩 那最终呢 八九月份是对科技龙头的一个确认 以及年尾上科技股又凶了的给大家来一波 就是说它什么风格都有 那其实秦俭 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数据来说 大家只是想了解一下 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在投资当中 有得有失 到底得在哪 失在哪 首先我讲一下 就是大家去看收益 看什么产品也好 不管是公目而私 我刚才盛总也讲了 我稍微去补充一下 其实最好是看两年 我觉得把18年和19年两年 加在一块看 和气来看 我觉得会相对会比较合理一点 是吧 因为18年我们看到 就是18年其实我不用看 我们当时大概的数据 不能选择仓位的公目 肯定相对私募来说是更为吃力的 因为18年是一个出现了系统性风险的年份 对吧 你不减仓的话 基本上最后都会跌幅相对比较大 如果17年结束的时候 大概指数是在3300点 我们以上证为例 今天我们收盘是3050 也就是说从两年来看 上升指数是跌了20% 那我觉得如果两年加在一块看 产品的话 能够比上升指数 比如说就是跑平 或者说再多个十几个年 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就OK了 但有的时候 今年有的时候跑得好的 它也许去年同样的风格 造成的损失也会比较大 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不但要看收益 还要看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回撤啊对吧 这个波动率啊 其实大家都要去比较 不能贴面的 就是只看一年 今年的情况 我觉得比过去的两三年 我觉得相对都要好 就跟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也开过 我们当时说19年 大家不要就是不要放弃 我们觉得19年 是个很大的机会嘛 当时我们年末的时候 也在这里说 对吧 我觉得都有机会 包括年初有自上而下的机会 就是有这种普涨性的行情 对吧 不管是大半股小半股都有表现 然后到下半年调整过之后 又出现了大量的这种 自下而上的挖掘行业 挖掘个股的这种东西 导致全年来看 其实各种风格 在今年 只要你坚持自己的风格吧 不要看着哪边好 往哪边跑吧 基本上我觉得都有收益 对啊 都能跟上指数 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就正常来说 就怕你是这个 前面犹豫不决 比如说基本上 今年会计的股民 应该都是在四五月份左右最高了 而且追的品种 都是那些不容易涨回来的品种 它特别容易去亏钱 其他的我觉得正常来做的话 今年应该是个赚钱的好年份 我觉得还是一个值得欢欣鼓舞的一年 也是从一五年以后 我觉得相对来说赚钱向于最好的一年了 其实刚才田总 您在这个观点似乎跟勤俭是一样的 刚才提到了 就是一定要两年三年 要有时间做验证 所以我们可能 这个数据比较单一了 要有各种的市场环境 连续起来看 它可能会相对比较客观 客观一点 我不说一定对 我个人感觉这样会客观一点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句 我觉得20 这一轮行情的话 其实始于2016年 这个2016年的年初之后 市场有一个坑 对吧 然后之后走出来 基本上一直到延续到 这个17年18年 包括今年 这个大部分年份 这个观察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组合的话 我感觉这三年到四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组合基本上没变过 而调整的组合呢 基本上就是在2015年下半年 和2016年年初这段时间调整了 之后没怎么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轮行情 我觉得这是跨几年的 如果简单地讲的话 我认为2016年可能是市场所谓认为的价值投资的元年 元年 您说16年是元年 对我认为 好像市场好多人说17年是元年 因为17年的时候 大家看到抱团资金给出这个白马真正的这个 对16年其实已经跑出来了 收益已经跑出来了 很明显 16年17年收益是非常高的 18年1月份结束之后 后来市场出现了一些 包括很多内外部的一些因素 然后市场出现了一个调整 但是你拿着如果是好的公司的话 现在不但坑出来了 而且收益还是蛮高的 今年 好公司用时间给你回报 对 其实刚才您的策略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说赚的是公司成长的钱 对 对吧 其实秦俭刚才谈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想和大家说博弈 因为刚才说了各种风格的人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博弈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明一下 就是说有的时候市场在不同的风格下 它会都会有一种 就是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不一样的资金经理或者不一样的产品 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呢 好不一定是你怎么样 是正好市场风格契合你 可能市场风格不契合你的时候 你能做到不输 少输 或者说是对吧 控制住 那我觉得就那就是值得去看好的 而不是说一定是说 去一年或者有的比较一个月 或者像散户一样 开一天两天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不是这样去看的 反正我总体来说 就是觉得今年 反正各种风格都有机会 就是你只要坚持吧 我觉得都有机会 就跟我过去一直说的那样 好吧 边老师 你是来自券商的代表 我们就按你是来自券商的代表 来看看 是不是各种风格的投资者 在今年都会有所斩获呢 今年其实个人投资者的收益 相对弱一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 如果我的感受 我觉得刚才我们说 17年当时我们认为是价值投资原理 可田总略为晚一年 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17年MSCI入围 对 所以当时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国际化之路 因为国际化大家觉得以机构化价值化为主 那我觉得今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年 如果说17年当时整个市场的氛围 对这样一条路是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呢 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巨变 或者大家从将信将疑到今年到现在这个时间收尾 我想市场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如果在1617年的时候 大家是将信将疑的话 那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方向可能比速度来得更快 而且大方向是对的 所以今年我觉得到了年尾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前段时间 我们跟一些大佬在交流的时候 说到这个定性 就今年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 对很多好公司的定性已经完成了 那些品种 大家耳熟能详 从消费到医药 到之后的二线篮球的细分龙头 甚至到一些科技类的部分的制造业的龙头 都已经定性 那明年其实就是名牌 所以明年很多人说可能是定量的关系 就是这些定性的东西能多大 能做到多大 然后估值上能跑到多高 甚至和国际化去做一些比较 所以我想2019年 如果我们未来再回头来看 1617年的国际化之路的开始 到三年以后MSCI现在是20% 对吧 布什罗素还在加 我们看到了到下半年以后 有一股 我们说有一股 这个只买不卖的一股资金 成为了市场里面 所有人几乎是 多头是最重要的一个分子 变成了现在这样 明年可能还会加 明年下半年 可能谈判完以后还会再加 所以我觉得2019年可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其实 沈总 刚才我们谈 其实2019年 大家不知不觉当中 就把2019年的变化也慢慢都说出来了 比如说 这架子投资 这个得到了大家深入骨髓的这种信仰 包括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这种开放 包括就是我们在这个A类资产的选择当中 用时间来给我们回报 这些理念 似乎大家听上去和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已经是比较融合的好了 那刚才也 边老师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MSCI进来以后 它认为是价格投资的元年 那么在定线和定量这个变化过程当中 我们19年 这个投资逻辑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 就是A股在开放之后 现在我们发现 A股会越来越开放 就是随着MSCI的进入 随着我们这个整个开放政策的一个突围 会越来越开放 那以后普通投资者的这个逻辑 包括市场的逻辑 会不会发生变化 我觉得我个人说几个事情 第一个我觉得 现在涌入的外资机构中间 以长线投资为主 那么他们的投资逻辑呢 跟田总他们会接近 就是准备拿长期成长公司 好公司成长的这个价值 所以他们的这个换手率其实非常的低 我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保险公司 他们是三年换手了20% 然后被内部批评了 他说为什么你三年要换手20% 这么高的换手率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个思路上的不同 就是你选了好的公司 为什么你要换呢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现在的散户不是他们逻辑会变化 就是说我觉得成年人逻辑很难变化 他们的痛苦恐怕是在于原来挣钱的 或者不挣钱的这个方法 目前在这个市场里明显的已经不适应了 那么有时候是被迫的被变远化了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了 但是呢 我想提一个谨慎的方向的是 因为我个人认为 就说MSCR明年很有可能不加权重 他两月份要宣布 对吧 就说这个不加权重 他从5%提到20%这个 我个人很担心 就说这个明年两月份 他不会有加权重的想法 因为如果是其他国家是这个道路啊 是一个借鉴的话 他们经常会根据市场的发展 和一些目前去年还有一些非市场的因素 非市场因素 比如说美国国会还要求调查MCI 为什么把中国纳入MCI 对吧 这种非市场的干扰 非市场因素的干扰 所以呢 明年这个如果说MCI就把这个权重定在20%上不动 我也不会很奇怪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连着三年的流入 到了如果说2020年不流入的时候 这是开始对我们 其实各种投资人的新的考验 因为这个中间外资这两年的流入变成了 已经它的持股的这个流通市值 已经变成市场上第二大群体了 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流出 但是流入如果减缓的话 对吧 像秦简刚才也说 你像我们其实在国内机构讨论啊 觉得11月份肯定是要跌的 大家要落袋为岸 然后呢要全年获利非常之巨大 11月26号MSI第三批就没了 然后然后结束了 对吧 所以11月底12月初是必跌的 然后这个北上资金 每天平均50亿到100亿的资金买入 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主动开始买了 从早买到完 从来没停过 对吧 没有停过的 所以你看北上资金的跟现实 一直往上没有来回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们有一部分是 主动资金 因为这个MSI的权重上去以后 他们低配了 要把这个权重追回来 那么明年开始 这个是不是还有主动的流露 这个事情 我不那么确定 那是不是您这个话暗含着 明年投资风格 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高举着价值投资 高举着MSI的选股方式 继续往前走了呢 我不是这样说 我怎么感觉是这个权重的 权重你不感觉没 我感觉是这个结论 杨子你经常准备 不是不是 挑动群众斗群众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提醒一下 如果说 我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MSI 明年把这个权重定制 两月份 比如说宣布不变 或者说他不提家的事情 等于就是不变 对吧 不提家的这个事情 等于就是不变 那么对市场上的这个交易 或者投资的方式 会不会有一个震荡冲击 对吧 还有一个缺了这部分资金的持续支持 是不是市场的这个持股的结构 会有一些变化 对吧 或者一些不坚定的持股的 会先跑了也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个里边 其实如果他们不流入 恐怕还有一些交易的机会 但是这个呢 我就说我提出个问题 假设他们不增加权重 会发生什么 我是以问题的方式 其实2017年开始的时候 大家我们的策略分析师就提醒过 要注重未来增量资金 他们的选股逻辑 我们也看到了 增量资金MSI 那田总 刚才深意问了个问题 说二月份如果是没增加 就是这个有一些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整个市场的这种风格 结构 包括这个逻辑 是不是跟之前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最核心的 还是看公司的业绩 两个方面吧 一个刚才 深意刚才提到的一个是 投资者结构嘛 投资者结构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即使这个出现 比如说二月份 海外机构可能资金不提升了 但是呢 机构整个的占比 比过去几年也是有大幅提升的 这里面包括公募私募 包括海外的一些长钱 也包括这个像保险 这样的一些资金加在一起 占比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市场呢 可能会进入一个机构博弈时代 那机构博弈时代 有一个特点 就是大家比的是研究的深度 比的是研究的长度 投资的长度 所以我觉得 未来市场可能更多的投资机会 是来源于我们对行业 对公司 这个到底我们看的有多深 确定性把握性有多强 那么在同样的深度情况下 我们投资的周期 这个是不是会拉长 因为市场中毕竟还有很多人 很着急赚钱 可能把时间定在一年半年 或者更短的时间 但我们可能觉得时间 可能要放到两年三年以上 这个是我们最短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赚的钱 可能是分两块 一块呢是企业盈利增长的钱 还有一块的话呢 就是整体市场估值 或者是我们投的这个行业的股票的 本身的这个公司的估值是比较低的 那么如果把时间拉到两年三年的话 终止回归嘛 那么这个估值可能会达到一个平均水平 那我们就能赚两种钱 一种钱是企业盈利成长的钱 还有一个是估值提升的钱 那好像情绪的钱不挣吗 这种 有段时间 我们如果对2020年科技这一块 特别看好的话 情绪的钱挣不挣 对我们这个策略来讲的话呢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投了一笔钱 一笔交易 第一呢 这个交易都是research driven 就是全部是研究驱动 这是我们所有买卖决定的最核心的一条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的话呢 那任何一笔投资 这个比如说我们出来的时候 这个也不会是因为它贵了 这个涨了10%还是跌了10% 而是因为它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或者长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里面我觉得最核心的 还是对长期业绩确定性的一个把握 其实赚的是专业的钱 我觉得对应该是 如果总结了的话三块钱 第一个是成长的钱 第二个是固执的钱 第三个是专业的钱 我觉得是这三方 其实刚才我说的情绪的钱 可能已经包含在我们这个盈利模式当中了 这个情绪的钱 对 它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它 有时候会重视它 可能会是这样 其实刚才谈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 秦简是不是 因为我们经常和投资人交流的时候 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投资者交流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不是说的是情绪的钱 或者说是短期当中一部分代表着情绪涌动的资金的分歧 我明白的意思 是这样 就是说 今天的问题都让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才能告诉大家 是这样 我们前面其实在前面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大家要知道 就是17年来或者16年来 加质投资越来越好弄了 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早就提到过 我们在节目上很早提到过 就是港股化的问题 对吧 以大为美 其实16年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谈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谈到 一直谈到18年 对吧 后来就因为觉得有系统性风险来没有谈 这个是因为外资不断的流入 投资者的结构构成不断的变化 我们前面也谈到刚刚最新的数据 目前我们中国散户持有的流通股的比例 已经从原来的60到80降到了三季度 大概只有40% 一方面是因为 是蒸发掉了 还是说主动撤走 这个话题不大好谈 反正数据就是那样 我也不谈是不是跌掉了 对吧 这个比例是不是变化 是不是跌掉了 那事实就是机构的持仓占米不断的提高 散户的持仓占米不断的降低 那么不同的投资者会给市场的风格带来不同的变化 是这样的话 那就导致现在市场上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情绪是有 你不能否认没有情绪 比如说那么多腰骨 对不对 没有情绪 那真的是情绪的钱 但是挣情绪以前的难度和过去相比 要难太多 对吧 我们过去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过去在我们做这个基本的 就是情绪驱动的模式 或者事件驱动模式里面 基本上有比较清晰的 比如说一个行业 有所谓的叫龙一龙二龙三 对吧 那现在请问大家在做一些概念的时候 能不能清晰地看出什么龙一龙二龙三龙四 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 如果一个情绪无法量化 找不到很固定的模式 它的出现的概率相对比较随机 你会发现最后每个概念 它能挣钱的 往往就集中在头部的那一家到两家 我们叫腰股 就每个月都有个这样的腰 但这个成腰或者是怎么形成的 或者说它就是最后谁来做这个腰 它其实要到一个很高的风险 一架上六板七板之后 你才能看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就是 我们叫直博率 或者说我们叫它赚钱效应 其实叫差很多 不像过去那样一个题材 龙头可以长很高 也可以把下半人都带起来 大家都有赚钱效应 那么这种无法量化的情绪 越来越难的操作的难度 会导致现在赚情绪的钱 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 或者它不稳定 今年我们看到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 除了年初一波 由于大量的这个 正好是去年坑洼的比较深嘛 由于年初的一波 大家都来 这个时候可能情绪的钱相对比较好 后面到下半年 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 就是什么呢 凡是热闹的 叫热热闹闹的亏钱 就越是热闹 越是大家好好 热热闹到那亏钱 然后挣钱都是很无聊的 就挣钱的票都很无聊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种买完之后 就慢慢小阴小阳 涨涨涨 从低波动率开始 直到被大家认可 转化成高波 比如说像消费电子这种东西 它往往都是这种模式产生的 就挣钱的都很无聊 赚钱的都很热闹 消费电子很热闹 叫区块链知道吧 就热热闹 结果大家 这个好多优资反应是亏的 我觉得这是个别现象 区块链在今年从政策上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可能以后不是个别现象 就是说可能 比较容易挣钱的东西 不会像过去那么热闹的 它可能是一种 慢慢的一种变化 就是挣情绪的钱 我前面说的 无法量化 然后赚钱的概率 下降的情况之下 绝大部分人 已经不再适合这样的模式 当然肯定是有高手的 盛总说的 一年挣什么15倍的 他一定是最后 他一定是做了两到三之腰 才有可能15倍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要更加专 专门的这种技巧了 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握的 其实这两天 这个朋友圈也没了 可能一些做股票的投资人 会发现 会发一张表 说年初你10万块钱 一万块钱吧 一万块钱 每个月做一个是吧 可以变成 做做做 12个龙头 打板的腰股都拿到 对对对 年收益复合收益率 年终结账是多少 两个月 1.5个月吧 是说好像是 好像是每个月 都有一个龙头 大家只是在 这个反观市场 就是回头看市场 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觉得有这样 那样的一种想法 但是真的时间走过来 按照你往前看 去做布局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说 哪类的这个投资策略 是最稳健 还有最可靠 其实对于边老师来说 大家都知道 每次问 每次节目里 你一来都要问 现在市场 这个股票贵不贵 因为一问这话 就知道价值投资 其实我们身边 是有很多一线油资的 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在 这个在国军江苏路 本来就是一个 一线油资的集中营 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就今年我们了解的 一线油资的收益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今年亏损的 最核心的是 非一线油资 就是或者说 一些大户 一些中户 今年其实做得很不好 就是刚才 秦简说的很重要一个 就是今年大部分的股票 打版的票以后 是没有跟风盘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最近打一个 是叫什么网红股 我也不太熟 后来他们说 是叫星期六 对吧 卖鞋呢 一个星期六 打得那么高 我们不谈 星期六 它肯定不是价值投资 对吧 星期六涨了 大概三四倍 你找第二个 没有 同行业里面的公司 其他的你去做就很弱 所以也就是说 个人投资者 为什么我们偏向于 个人投资者 未来的方向 就是你可能是指数化 我们早就说了 或者就是你间接投资 买一些好的公私募 因为你只有两条路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真正的做赶死队 而且要手法很狠辣 眼光很独到 敢不敢 星期六敢不敢买 刚才杨子说的 每个月都有腰果 年初的东方通信 你敢买吗 在涨了三倍以后 你敢买吗 再涨三倍 你不敢动 你只能跟下面的 跟下面的就吃套 要不呢 就是买大的 茅台一千一了 敢不敢 三一 我们前两年谈三一 谈海螺水 你谈了三年了 你看今年 就是关键是 它适应率还不涨 还只有八九倍的适应率 所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就是投资者 你的整个选择的余地 我觉得你就自己要非常清晰了 我们大量的老的个人的投资者 他最习惯的一个模式是跟风模式 就是有一个板块的龙头起来 对 大家就跟起它 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 里面有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 现在是存量博弈 所以不像以前 一个龙头起来的时候 可能其他公司的业绩不起来 就一个好 可能机械里面就是三一特别突出 海螺特别突出 那其他的可能就弱 那可能有经济的模式 另外我觉得就是 我们的政府上 我们也发现监管是有改变的 今年我们发现 首先停牌很少 即使炒成这样 对不对 很多股票找到这样 没有明显的停牌 我们就是慢慢的注册 给你更多的市场化 所以我想这种方向的改变 可能很多个人投资者 我觉得到了这个时间 我觉得我们过完年 很多个人投资者可以反省一下 或者我们说自己 看看自己的整个操作 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可能非常重要 其实刚才我们用了半小时的时间 和四类大佬就要谈 我们在目前 在价值投资 已经被认可的前提之下 怎么去看 曾经的这种盈利模式 我们怎么去看 曾经的盈利模式 在2019年 这个市场大变化过程当中 给予我们的得合适 其实下半场更重要 因为他们四位 要给您的2020年支招了 我们上次休息 一会儿回来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尚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品牌 七宝熊猫酒 二十三年 四代传承 从一个人到二十二万人 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守护着母亲和的美丽 每一份付出 都诉说着平凡中的感动 每一种坚持 都诠释着奉献与爱 志愿就在你身边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尚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公司与行业 2019年的年中特别节目 那我们四位大佬 刚才呢 谈了价值投资 深度价值投资 可能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说 我是非深度价值投资者 那2020年 我们是不是能跟着价值投资 深度价值投资者 来做比较顺畅的行情 其实是想请四位给支支招 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策略 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 用什么样的行业的选择逻辑 来把卖2020年 我们先请申总来 或者是田总来 都请 田总先说 田总来 田总有一个投资的框架和逻辑 应该我们刚才都看到 你让田总放出来看看 田总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觉得刚才延续 深总刚才提到的 其实整个的投资逻辑 我觉得最核心的 收益和风险之间 就是一个时间做桥梁 我们到底投资愿意 把时间拉长到多久 这件事就特别重要 我记得贝索斯 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 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们 把我们的事业放到一年两年 竞争对手非常多 如果放到七年 没有了 因为没有人看那么远 我觉得真正我们 首先把时间愿意放多久 这是最核心的一件事 如果假设我们愿意长期投资 而且我们作为职业投资人 我们愿意长期 在这个市场里面去生存下来 并且有收益 那么我们选择一个三年 比如说更长的时间做纬度的话 那很显然 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的头和尾 这个中间的过程 你可以忽略掉 这个头和尾放在一起来看 到底有没有收益 比如刚才 这个秦姐刚才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市场里面有一些 这个意义不太好的一些股票 那么这些股票 未来三年到五年之内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波动 那我们如果去做博弈 也许运气很好 在里面赚到了钱 那但是如果放到 这三年过程里面去 也许你就不赚钱 因为公司不成长 对吧 公司不成长 那么很显然 如果我们把时间 愿意拉长的话 那我觉得你肯定要选一个 具有成长性的公司 而且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 买进去 坚定持有一段时间 而且当然我们在去的过程中 还要去不断地跟踪它 公司的发展 是不是按照我们 意气的方向在走 它的竞争对手 有没有颠覆它 一种新的模式产生 包括技术的进步 行业的变化 是不是要颠覆它的 这样一个行业的地位 它的护城河 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深 就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来看 所以我觉得 经常我觉得有一句话 我比较认同 就是大家一年去赚一倍 也许不难 但是如果我们十年 想赚到十倍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因为十年赚十倍 很明显你的收益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可能更多是来源于 企业盈利增长 而非短期的补益 你不可能每次都是hot hand 每次你能够投三分九 其实您刚才说了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就是说 我应该换个问题问 沈总是吧 应该换个问题问 说从2020年开始 您觉得 我们电视机前的投资者朋友 如何投资 能在三到五年当中 有比较好的收益呢 是吧 我应该换成这个问题 是吧 是不是应该这么问 那从行业选择 包括从模型选择上 给大家一些建议 对 如果大家看一个数据 2018年的年底 中国整个的零售消费总额的 数值已经接近美国了 美国是6万亿 中国是5.8万亿 这个比值已经比较接近了 那么这个数据呢 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机会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基于消费 这个消费不仅仅是 大家所讲的 是非饮料 这些东西 还有包括基于人口 这个基于这么大的市场 所带来的一些新的模式 包括互联网 包括这个很多 大家所认为的科技公司 它实际上是一些科技应用的公司 互联网应用公司 这些公司可能都会带来 非常好的一些机会 中国未来几年 很快就会成为 全球最大的市场 那大家知道去年 房地产是14万亿 那这个今年 可能未来这个数值会往下走 而消费会往上走 也许不出几年 消费会替代房地产 成为这个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 最重要的引擎 我觉得这个点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个互联网 第三个呢 可能就是这个医疗和医药 这种医疗服务公司 这个Hascare 那么这三个行业 不光是中国 大家看美国 在过去的10年和20年里面 都是收益最高的 说明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当然了除了这个行业之外 其他还有很多行业 都有机会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经常观察到 这个中国和美国 去做行业的对比 你会发现 中国的人均 在很多方面 包括这个软饮料的消费量 啤酒的消费量 人均出行 很多都是和 包括这个体育用品的使用量 很多都和美国 有很大的差距 有时候这种对标 对 给我们一些借鉴 对 这种对标的话呢 其实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 是一个都是非常大的经济体 那这里面最有可比性 那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这个行业是要成长的 那么在这个行业 未来三到五年里面 快速成长的阶段里面 我觉得首先这个行业里面 安全编辑最高的 或者是护城河最深的 这些公司 未来会绝取到 这个行业增长最快 最大的一块利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有些行业 目前还依然 这个还很分散 集中度非常低 包括房地产在内 那么未来 随着这个行业的集中度 逐渐提升 龙头公司也会 有非常好的收益 大家会观察到 像今年也是 有很多行业 整个行业是不增长的 但是我们看Top10 是增长的 而且还增长了 还不错 第三类公司的话呢 就是这个龙头公司 可能已经割据了 这个行业 这个大战结束 龙头一二三分得很清楚 其他公司 短期内可能很难替代它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 这些公司呢 他们收入不增长了 但是它的市占比足够高 那它就开始 进入一个利润增长的 快速阶段 那就是从大到强的一个阶段 大家会看到很多 这样的一些白色家链的公司 都是这样 市场占比足够高 这个收入增长的速度在减缓 但是利润才快要增长 刚才似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觉得快速地把您说的这个一分解 最后就告诉大家 只买Top10的公司 或者是只买Top1的公司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这个结论 我接着有一个数据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Top的公司 实际上它有一个 它是动态的 对是动态的 这个有一个数据 从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到今年 这世纪的就是咱们2007年 27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大的牛市 中间有网络泡沫 但是在这个27年的时间里面 真正上涨的公司只有25% 而75%的公司是没有上涨的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我们选的是不是好的公司 这个那么毫不疑问 一个大的牛市 你可能不赚钱的 那如果说 我们报定了A类资产 给你A类回报 B类资产给你对应B类回报 那是不是要在有效市场当中 是在完全优化的 就是充分的市场环境当中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这么做了吗 我不知道边风尾和这个期间怎么看 我觉得今年我刚才说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正好分到一些 这个卖方卖方会也很多 今年基本上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定性 今年做定性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刚才说 可能20年就是大家更多的 像前总监要深入研究以后 来做一个定量 然后来确定每家公司 每个行业未来的一个驱动 也就是说也会做一个 动态的一个分析 做一个排名分析 是吧 去做选择 其实就是这个原则 请柬呢 首先我看不了那么远 就是说 你还是挣博弈的钱 情绪的钱 不不不 我不是挣博弈的钱 我也在适当的 就是修改 就是不会完全去依靠情绪 或者说完全去看博弈 因为也要与时俱进 因为市场的环境变化了 对吧 我们也不可能拿头往墙上去撞 对吧 但是肯定不会像田总 他们就是深入价值投资 或者说不一定 每个人都具备那种 做那种投资的条件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比如说对上市公司进行高频的数据的这种采集和这种观察 然后跟着基本面的变化来看上市公司 不一定 那么根据刚才田总说的 其实我觉得对个人散户投资人最好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去你去学着去做 因为你第一你没有那个精力 第二你没那个能力 一个呢是可以去看就是长期比较回报比较稳定的 比如像田总他们这样 这个让别人来帮你管钱 当然你肯定要付出一些的报酬 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个就是说 二两千种那个逻辑就是 不管是各种行业 他们都倾向于top 10 集中度低的也是向头部集中 那就很简单 我们有一些成分股指数 不要看上证指数 成分股指数远远的跑赢上证中股指数 如果你在指数上进行相对 不要去老去去追咬 去定投这种成分股指数 范围不要太大 一般就是这种相对比较小范围的 一两百个两三百个 因为如果这个行业里面不断向头部集中 那头部的公司市值会不断地扩大 它如果在市值里面的占比会越来越高 它自然会带动指数 如果它被市场所淘汰 它一定会被踢出指数 对不对 其实成分股指数的原理是这个 所以你一看就要连续的两三年 其实成分股指数都是跑赢上证中和的 所以对于散后这些人来讲 就是对于这种成分股指数 选择一些进行定投 那我觉得效果也会比你自己将来做 效果也来的好 宣总 对刚才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有没有什么感触 您海外市场也转了一圈了 现在回来做量化 我是这样看 我说第一个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希望以量化的方式 去描述这个市场涨跌的原因 在这个上面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最关键的因子 从现在整个市场的变化情况来看 它聚焦在哪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的就说有一个因子 大家很多这个所谓价值投资都喜欢的 这个ROE 这个ROE这个因子其实 但是如果你把按照我们的方法 跟每个人分解的方法不同 按照我们的方法 在2018年以前 你如果把大小盘的这个因素刨去 把一些这个我们叫低波动的因素刨去的话 ROE因子本身对股票的超额收益贡献不大的 直到18年开始 ROE这个因子真正变成了一个提供额外超额收益的一个来源 那么就说明就是说这个一个就是为什么提这个呢 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投资人的结构变化了 这个投资的逻辑开始变化了 看的这个东西变化了 所以这些是可以用数量的方法来总结的 总结出来说这个现在很重要 大家就跟着这个走了 这个情况 但是呢我觉得对一般的散户来说 机构各有各的策略 各有千秋 最后我觉得机构恐怕还是把盈利的绝大部分给拿走了 因为对于散户来说 无论是深度的调研研究价值投资其实是不大可能的 对散户他个人作为个人 我觉得这个量化也是不可能的 对吧 甚至秦简说的定投我认为都不大可能 就是散户很难做到定投 我见过很多的 这个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吧 只能你只能现在有个办法 就是说你在网站上 手上 把网站 设定的东西一天买100块 我已经看到他们手机上有个程序 每天就买100块 每天就买100块 或者你钱多一点1000块 再更多钱的一天一万块 这样定投是可以做到 如果叫他说一个月想起来去定投一次 我相信90%以上的散户是做不到这个事情的 还有呢我就觉得 这个散户啊 其实看你需要得到什么 你要挣钱的 其实不如把钱交给专业人士去打理 你要有参与感 要快乐的 多交易一点 对吧 多交易一点 甚至你更想有快乐的 还不如去澳门 对吧 这个事情 这个情绪波动更大 其实您刚才说了不同的这个风篇 这个风篇 这个级别越来越高 其实我们是在这探讨啊 这个投资 在未来这个时间周期当中 它会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回报可能 当然预言是一件很难的事 那四位大佬都给您做了提醒 我们一会儿呢 请他们一人一句 在准确的方向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策略上 让他们一人一句做一个总结 您看怎么样 一会儿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源于每个人的参与 以行动号召行动 人人都是志愿者 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你可能不知道 或我是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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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报传号你请你退票一下 为人去讲话 原来众名已经安排 我对得起 我身上这身制服 公安机关不但讲法 也要讲情的 在喊救命啊 你喊叫 你喊叫 我们过来是帮忙的 你放心啊 看着手马去冷漠心 对手底牌 只说干货不说废话 40位专业主播 早八晚时实时在线辅导 年末热点 板块机会 马上下载古牌APP 听老师一一解答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公司与行业的年终特别节目 我们说一年时间很短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觉得太短 马上要结束了 那四位嘉宾给出我们投资者 又要说2020年 我知道田总肯定愿意说更长周期的 没关系 就是从这个2020年 新年的起点上 给出大家未来投资的方向 还有配置的这种模型 给出比较干货的东西 好不好 来 田总先来 我觉得2020年 大家在投资方面的话 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首先行业增长潜力不错 在行业中地位呢 我觉得还是货能核比较深 这个估值合理这件事特别重要 因为有些股票 确实公司非常好 但是呢 可能估值有的就偏贵了 有的是合理 你想赚到估值之前就比较难 这个那么在投资方面的话 降低收益的预期 比如说大家觉得 我觉得比如15%的增长 我觉得是比较相对合理 这个企业盈利的增长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港股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毕竟它估值比较低 因为有很多公司 长期的这个股价 一直在下面啊 一直没有动 这个目前估值是非常低的 在历史上属于一个底部区域 边老师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老龙头嘛 不谈了 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要 预测一些超额收益 我觉得还是在硬科技和新流量上 特别是新流量 大家想想就明年5G以后 哪些有可能会有爆款出来 这一块可能是 大家看点比较大的 超额收益的 这个主要的券定 2020年要追求爆款 对 新流量 新流量在哪 来 盛总 我其实说不了是吧 我觉得对散户来说 2020年可能怕第一个月比较重要 看看第一个月的行业和个股的资金的流向 很有可能决定前年的走向 你觉得一月份就能一篇 能传播出 一篇概全 一篇概全 2020年整个都在一季度里面 一月份当中了 来 秦简呢 我讲点实际的就是 我觉得指数 大家都讲的是实际的 我就说的跟那个点 我就像算贯嘛 指数我就看到二月中上旬 二月中上旬以后 我觉得后续就可能大家不能靠指数来挣钱了 还是要回到个股上去 相对我明年可能更看好汽车 汽车的上游配件面和传媒会多一点 当然一月份除外 一月份我觉得大家都能涨 所有人都能涨 到处里 那看不出来了 公饮基存金是由中国工商银行 联合世界黄金协会 于2010年推出的业务 具有积少成多 操作灵活 投资风险低等特点 目前 公行基存金 有主动基存和定期基存两种方式 主动基存 即客户按照实时基存价格单笔买入 定期基存 是客户在确定每月购金金额的情况下 通过建立定投计划的方式 持续买入黄金 定投计划默认为期一年 客户可随时申请终止 同时 若客户在建立定投计划时 选择展期 则计划到期后会自动展期 了解了供应基存金是什么 那到底什么样的客户 适合投资供应基存金 您又该如何利用好自己的基存金呢 周小姐是一名出入职场的公司白领 经济独立后的她 开始学习理财和资产配置 希望能够慢慢攒进一笔财富 为之后结婚 购房 打下经济基础 几经全衡 她决定从简单方便的供应基存金入手 我现在也是刚开始工作赚钱嘛 如果说我自己觉得 不从现在开始存钱的话 很容易就会变成月光族 然后花钱如流水 那想想以后结婚啊买房什么的 就花钱的地方还在后面呢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就每天存钱是很有必要的 那我了解到供应基存金 它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钱分散到每天去做投资 这样我每天只要花一点的钱 也不用担心产生很大的风险 第二个好处就是它一刻就可以起存 很适合我现在手头存款不是特别多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想如果从这个产品开始 然后让我去学习怎么做黄金投资啊 怎么去进行资产配置那是挺适合我现在的情况的 选择工行贵金属 就是选择精致的业务板块 细致的产品服务 极致的客户体验 黄金天天投 财富日日增 供应基存金 助力宁合理配置资产 稳健投资黄金 一个坎一坎过 过一个坎上一个台阶 经不起又过来的剧目 我们没有最好 最有更好 品牌是代表恩赌恩赌的信任 我觉得企业家心态比较强大 勇敢去面对你成功 不过死金问者坚持到底就生意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邀请您收看财经夜行线 最美丽的 不是极致的风景 也不是激活味蕾的真谣 最美的是你 在路上 观想世界 求所未知 首席旅行官 但你触摸地球 本节目由太和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 越懂得欣赏 越被人们欣赏 越懂得放下 越舒服得更多 从仰视到品视 从精彩到多彩 商业大有可观 生活小意精彩 敬请关注 第一财经 我的纯向人生 纯向人生 本节目由太和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 大型家装真人秀节目 最佳计划开播了 大牌设计团队 将没有改造需求的家庭 免费设计一个家 让普通人 也能拥有高级定制的家 如果你也有装修计划 如果你想找好的设计师 但是不想花钱 那么马上扫描二维码 就有机会获得大牌设计团队 为你规划理想新家 最佳计划正在上海 进行案例征集 如果你也有房子要装修 如果你也想让大牌设计师 来免费设计 马上扫描二维码 让最佳计划来为你服务吧 免费设计 下一个会是你吗 米兰斯 直根上海 创始于1999年 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12月21日 22日 28 29日 上海玉井原家具工厂团购会 送福利拉 两房亮厅白蜡木 简约中式家具 团购价23780元 两房亮厅鱼木传统中式家具 团购价32800元 两房亮厅新中式石墨家具 团购价46800元 更多精细轻嫂骂过拨打客服电话 400-9966-5518 天地人 抗衰老口服业 中医五方 无药准字青春宝牌 抗衰老口服业 买家具 欢迎来北赛家具广场 各式套房家具 窗帘建材 一站式选购 别忘了免费轿车电话 5891-0022 选来选去 不如就去 北赛家具广场 米兰斯 只跟上海 创始于1999年 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米兰斯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米兰斯提醒您 爱书床垫 遵享舒适睡眠 爱书床垫 遵享舒适睡眠 北京时间的晚间九点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感谢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特约赞助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一年当中 不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 都有太多需要铭记的大事件 A股市场科撞板开板 注册至证券法审议通过 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大幅拉开 国际市场上全球经济增速不断下调 美联储政策十年来首次转向 引发一波全球央行的宽松潮 在英国方面 接棒特雷沙梅的约翰逊带领的脱欧 逐渐迎来曙光 今天是财经夜行线的 2019年中特别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2019年的重要时刻 一起来展望2020年 首先要和你一起来回顾的是 股市的表现 A股今天是迎来了 2019年的收购